好 早晨 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數學 A-Level of Mathematics 今課將會和大家分享三角學 第五課我們會講的就是radiant measures 當我們去量一個圓形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其中一個單位叫做角度 一個圓裡面就會有360度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單位叫做弧度 叫做radiance 弧度和角度之間又如何去分和如何去計算 就是我們今課要看的東西 弧度方面我們將這一課分為五個節 5.1節radiance measure 5.2節radiance 長度 5.3節areas of sectors and segments Sector 我們叫做一個線形 一個線形的面積 Solving trigonometry equation 我們去solving一些三角學的函數 例如sine,cosine,tangent,secant,cosecant,cotangent等等 5.5節small angle approximation 當角度是小過1度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再細分下去 單位是甚麼呢 這個也是5.5節我們要講的東西 最後就是5.6節一個mixed exercise 我們看5.1節radiance measure 先看定義 with one degrees representing one over 360 of a complete revolution of a circle 一個圓 如果我們由圓的一邊轉一個圓的一圈 其實我們是分開成為360度 也就是說1度就是等於360分之1個圓圈 但radiance的計法又不同 我們叫做弧度 弧度是甚麼意思呢 弧度就是我們將圓 由圓針拉一條線出來 好像這個這樣 拉一條線出來 這個r就是那個半徑 而這個半徑一直這樣走 如果是順時針走 由a part走去b這一點 走多遠呢 如果你走的距離剛剛好 是等於半徑的長度 不是直線這樣算過來 這個弧度的長度 是等於半徑一模一樣的話 這個就是r r和弧度的長度 都是r的時候 形成了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我們就稱為一個弧度 一個弧度是等於多少度 如果你用度數去計算的話 等於多少度 我們就下面有一條公式去做 you always use radian measures when you are differentiation or integrating trigonometry function 當我們去到第九課 我教大家微積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弧度 多於我們用角度去量度三個學的函數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先學弧度 才去學微積分 you can write one radian as one rad 一個弧度我們的寫法 我們就叫做一個rad 角度我們會用一個小的圓圈 在上高代表角度 但是弧度 rad這三個英文字幕代表弧度 360度等於2π radian 180度等於π radian 一個radian就是180度除π π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當然是3.141592654 是一個除不進的數字 其實這個數字就是22除比7 一個π就是22除比7 而如果是點數的話 就是3.141592654 很多的 有些數學家可以記到 小數點下1000個位 我只記到小數點下大概10個位 我們要記住一樣東西 1 radian 就是180度 2π 2π就是360度 弧度的轉換 我們會做一個exercise 就是example1 converse the following angle into degree 我們把以下這個angle change to degree 所以它的做法相當簡單 只要它是radian 7π除8的radian 你就乘比180度除比π 你就乘比180度除比π 這個π就弱了 就剩下7x180除比8的度數 就等於157.5度 這個是一樣的 4π除15的radian 你將4π除15 乘比180度除比π 所以π也都弱了 乘比180度除比15 就是48度 這個就是用弧度轉去角度的其中一個方法 只要你乘比180度除π就可以了 當我們去轉一個角度 譬如150度或者110度 轉回弧度的時候 做法是剛剛調轉 你就乘比π除180度 那就會剛剛好 就會變成那個弧度 這個留給大家自己用紙筆試一下做 只要你乘比π除180度就可以了 我們繼續講其他課文之前 我們就要講一般的角度轉弧度 其實你可以記熟它 不需要每一次都做 例如30度就是π除比6個radian 45度就是π除比4個radian 60度就是π除比3個radian 90度就是π除比2個radian 180度就是π radian 這個顏色大家要記住 如果大家考試 大家都知道 在考試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些公式 都會在考試卷後面提供給大家 如果我不記得可以嗎 可以的 你就揭去後面 但我就勸大家去記 因為考試是時間相當重要 如果你想考得好的話 盡量所有東西在自己的腦裡 不需要揭來揭去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爭取更加多的時間 考得更加好 第三條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會計算 psi, cos, tangent 和 tangent 我們將這些psi, cos, tangent 和 tangent 是用一個計算機 去轉回去 如果你用計算機的時候 你記得是轉做radian 的計算機 小心 因為計算機裡面 可以用degree的mode 角度的mode 亦都可以用弧度的mode 如果你搞錯了 你就會把整個答案搞錯 大家小心 一會兒我們會用例子 跟大家去計算 用計算機的時候 應該怎麼按 當然不同的計算機 類型有不同的按法 第四條 就是scatch the graph of y 等於 cos x 加 pi 而 x 這個 range 是由 0 到 2 pi 我們講完 trigonometry function 再跟大家去做這個例子 第五條 第六條 一樣 接著有一條challenge的題目 就是cos 等於 1 sine 等於負 1 和 tangent 等於 undefined 我們要找回 feeder的弧度 或者角度 下面亦都有一連串的色 大家要記熟它 就是psi 除 6 等於 2 分 1 psi 除 3 等於 square root 3 除 2 cos pi 除 6 等於 square root 2 除 2 cos pi 除 6 square root 3 除 2 cos pi 除 3 1 除 2 cos pi 除 4 square root 2 除 2 tangent pi 除 6 square root 3 除 3 tangent pi 除 3 就是 square root 3 tangent pi 除 4 1 這九條色 亦都是三個學裡面 psi cos tangent 你要記的 九條很重要的色 接下來就是 psi pi 減 theta 就是psi theta psi pi 加 theta 就是負psi theta psi 2 pi 減 theta 就是負psi theta psi cos pi 減 theta 就是負cosi theta cos pi 加 theta 就是負cos theta cos 2 pi 減 theta 就是cos theta tangent pi 減 theta 就是負tanent theta tangent pi 加 theta 就是tanent theta tanent 2 pi 減 theta 就是負tanent theta 稍后我会用一个例子去解释一个圆里面 如何分成ψ,cos,tangent,secant,cosecant,cotangent 第八条和第九条也会和大家做 接下来的exercise就是弧度和角度 我们先看看最主要弧度的定义 我买了一把这样的尺 就可以画圆圈 弧度的定义就是我们在圆心里面 画一条线出来 去到圆周 圆周这个位置我们叫做一个r 即是一个圆的半径 根据这一点我们叫做a 将这一点a一直这样走 逆时针也好,顺时针也好 我暂时走顺时针 走一段距离 半径永远都是r的长度 走一段距离一直走,走到b这一点 这点距离,如果刚好走了r那么多 刚好走了r那么多 这个度数我们叫做run radians 一个弧度 那么角度有五点定义 角度就是我们在这一点 一直走一个圈 兜了一个圈回到a点的时候 我们一共走了360度 我们可以看到 角度和弧度的单位的计算 就是有这个分别 首先我们看看 如何由一个radiance 转做一个degree 如何由弧度转做角度 做法就是,如果我们有个题目是7pi除8 我们就把7pi除8 是乘比180度除比pi 将pi弱了 就是7x180度除比pi 就是等于157.5度 如果我们有3pi除2 如何转做角度呢? 就是乘比180度除比pi 就是互相弱了 就是3x180度除比2 就是540度除比2 就是等于270度 如果我们有pi除2 如何转做角度呢? 就是乘比180度除比pi pi互相弱了就是90度 如此类推 这个就是radiance 转做degree的方法 只要你乘比180度除比pi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但反过来 如果我们有270度 我们想转做多少个radiance 做法就是相反 就是将270度乘比pi除180度 你会发觉就是等于3pi除2 这个就是radiance 如此类推 如果有90度 如何转做radiance 将90度乘比pi除180度 我们就会看到是2分之1的pi 就是pi除2的radiance 转换的方法就是乘比pi除180度 相反 如果由弧度转做角度 就是乘比180度除pi 如果由角度转做弧度 就是乘比180度 我们再做多几条例子 弧度转角度 5pi除12 5pi除12 就是5pi除12 乘比180 除比pi pi互相弱了 就是5乘比180 除比12 就是75度 我们将75度转做弧度 又如何做呢 将75度乘比pi除180度 就会等于5pi除12 刚刚应该会等于这个数字 我们完成了 我们完成了弧度转角度 角度转弧度的方法 接下来就是常用的弧度 和角度之间的转活 我们可以记熟它 就是2pi radian 是等于360度 即是一个圆圈就是2pi 一个pi radian 是等于180度 除比pi 接下来就是 一些重要的角度 30度 是等于pi除6radiance 45度 就是等于pi除4radiance 60度 就是等于pi除3radiance 一直这样下去 90度 就是等于pi除2radiance 120度 就是等于2pi除3radiance 150度 就是等于5pi除6radiance 未到1pi 最后就是180度 就是1pi 也就是这个 这些度数和弧度之间的转换 大家要记熟它 当我们去做三角核的函数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radiance 去计算 多过用角度去计算 当然两者也是有用到的 但是微积分 大部分时间 我们就会用radiance 去计算 所以这些色子 大家要记熟 最后就是360度 是等于2pi 也就是这条色 接下来我们试试用计算机 去计算三角核的函数 就是cos cos 和tang 之间 我们用弧度 和角度 都去计算一次 看看分别是如何计算 如果我们要计算30度 如果用计算机的话 我们可以按这个数字 这个 你会看到我用一个比较旧款式的计算机 就是fx3650p 旧款的 三款的计算机 比较容易 这个是太阳能 所以不用用电 Anyway 我们想计算30度 首先我要转为度数 那这个度数 你会看到 在计算机里面 会有一个键 叫做mode 我们按这个mode 你会看到我一路这样下 去到一个 叫做degrees radiance and gra 我现在用的就是degrees 所以我按到这个mode 我们按1 用degrees 按1 这里就是用degrees 这里寫字 有一个很小的d字 就是degrees 我用size 30度 我按size 接着括弧 接着30 三方括弧 然后按等于 就是exe 这个等于 你会看到是0.5 就是size 30度 是0.5 就算了出来 但如果我用弧度 是size 30度 就是p 除6 p 除6 那计算机 又如何按这个弧度 p除6 现在我cancel 了 首先 我把mode 按回 mode 就是radiance 就是2号 我按回 2号 现在就是radiance 这里写着很小的r 就是radiance 我也是一样 按size 开括弧 中间 我就放p除6 p 你会留意 这里有一个键 就写着 exp 接着上高 有pi 这个字 这个pi的色 就是 虹虹的色 也就是shift 虹虹的色 你计算机的shift 可能的位置不同 但是shift 上高 如果是蓝色的话 hi 可能这个位置 就会是蓝色一样 如果我想按pi 我首先先按shift 再按pi 你会看到 这里写着pi 按了pi 然后随比6 这里是随比6 随比6 随比6 你会看到是随比6 接着三个括弧 这个就是side pi 随比6 记着这个是radiance 我打side 然后按enter 就是exe 我就会计到0.5 我会计到0.5 你留意 用弧度和角度去计 side coside 和tangent 那个做法 有点不同 如果我弄错了 现在我是radiance 弧度 但是我当了 side 30度去计 你会发觉 答案就会错得很厉害 现在我按side 开阔弧 side 开阔弧 然后我打30 就是当是30度 我以为用度数 但是我现在用了radiance 但是我进入的是一个度数 一个角度 计出来 当我按dxe 计出来的答案 就是-0.96 如果你写回这个答案 等于-0.98803 那就完全错了 我只是用过计数机的时候 我又按错了 明明是弧度的mode 但是我用了角度去输入 那就会令到答案错得很厉害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大家要小心 接下来我们用计数机 试一下计算 side 0.3 的radiance 一样 我转了做radiance 那个mode 接下来我就按side 开阔弧 点3 照按的一 相当之简单 side 开阔弧 点3 按escap 就是这样 escap 就会令到 0.2955 等于0.2955 等于0.2955 去到小数点后4个位 cos pi radians 一样 按cos 记住转了mode 做radiance mode 然后cos 开阔弧 pi 按shift 按pi cos 开阔弧 pi 然后三番阔弧 按enter cos 就是 tan 两个radiance 就是tan 开阔 两个radiance 如果你转了radiance mode 你就这样按2 就可以了 三番 接下来 enter 就会是-2.1850 相当之简单 最重要是记住 mode 是对的 如果你用radiance 你的mode是radian 如果你按错了mode 是degree 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mode 转了就是degree 但是你就打sign 0.3 答案是 0.0005 0.0005 就不是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才是正确的 小心 第四题叫大家 scathe the graph y等于cos x加pi for x 的 range 是0-2pi scathe the graph 之前 首先我要了解一个圆圈 首先 我就 画了一个graph 里面画一个圆圈 我们叫做unicircle unicircle unicircle的意思就是 r这个半径是等于1 原心在00这一点 这个是x 和这个是y 然后在这个圆圈里面 我们就画一个三角形 right angle triangle 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而这个斜边 我们叫做h 我们如何看这个pheter 和这个直角三角形 之间的关系 如何转成ps cos tangent cosecant secant cotangent psi的定义 就是psheter 是等于 对边 这个pheter的对边 y 除备h y除备h cos的定义 cosfeter 就是轮边 就是下面这条边 x 除备h 而tangent的定义 tangent feter 就是对边 除备轮边 y除备h 这个就是costangent的定义 至于 cotangent的定义 cotangent feter 就是刚刚相反 就是x除备y 就是等于 1 over tangent feter 这个就是cotangent的定义 cosecant的定义 就是1 over psi feter 这个就是cosecant 也就是等于 h除备y 而secant的定义 就是1 over cosfeter 也就是等于h 除备x 你留意 这个直角三角形 和这六个三角核的函数之间的关系 你要背属这条式 除了背属这条式之外 我们要寄属另外一个英文字 这个英文字很特别的 叫做astc 中指数 一个圆 我们分为四个单位 这个单位由0度到90度 就是由0 去到pi 除2 由90度去到180度 这个是π 由180度去到270度 弧道理说是3π 由270度去到360度 就是0度 转了圆一个圈 我们将圆形为四份 每一份我们叫做一个障限 这个是第一个障限 我们叫做the first quadrant 第二个障限 第三个障限 第四个障限 第一个障限 0-90度 第二个障限 90度-180度 第三个障限 180度-270度 第四个障限 270度-360度 就是0-π除2 π-π π-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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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这个是四个障限 这个是四个障限 这个A-S-T-C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如果你是SY一个角度 而这个角度停留在第一和第二个障限 出来的数字 会是一个正数 因为有一个S S代表了SY 在这个障限 就是positive 但在这个障限 A是什么意思呢 A就是cos SY和tangent 都是positive 它是SY 所以在SY fitter 如果fitter在第一个障限 或者第二个障限 它也是正数 这两个是没有S 所以在fitter 如果你是SY fitter fitter1 如果是SY fitter1 是在第三个障限 或者第四个障限 这个出来的答案 会是一个负数 如此类梯 如果我有个cos delta cosα 如果cosα 在第四个障限 它是正一个负数 你就看有没有C C在这里 所以是正数 这个就是ASTC代表的意思 再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我有个tangent 是beta 有一个角度 现在的角度 是在第四个障限 第四个障限 tangent在第四个障限 有没有t分 没有t分 所以应该出来的 这个数字应该是负数的 我们根据这个定义 去计算 究竟y等于cosα 我们照样画 我们画一个s graph 这个是0 这个是π除2 x是代表弧度 π 这个是3π除2 这个是2π 就是一个圆的圆 这个y cos0度 这个是1 cosπ除2 它是0 cosπ就是负1 cos3π除2 它是0 cos2π就是cos0度 它是1 那个curve 就会这样走 这个就是cos的curve 作为一个循环 又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叫做反应波 就是cos 这个就是cosx的一个 path 但我们的题目 是要计cosx加π 看回之前我教过大家 功能的转移 如果x加π 整条curve 是向左移 一个π 加数就是向左移 负数就是向右移 向左移 一个π 就是整条curve 向左移一个π 这个就会转去 这个 你看到这条curve 就是向左移一个π 这个π就是这个位 对不对 就是这个位 所以向左移一个π 整条curve就会变成这样 全部移到这边 就画了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cosx加π 看回题目 x的range是由0至2π 所以我们在2π这里画一条垂直线 我们现在要拿的是这个curve 这个圆不这个curve 不是原子不那个 原子不那个 原子不那个是cosx 而已 但是我们要计算的是cosx加π 将整个cosx 移到左手边 移到π那么多 就是shift了过来 这个我们叫上位偏远 shift了一个π的上位 我们就成功地 schedule这个graph 来到这里 第五条 就是刚才你看到筆记的第五条 就是π除20转做角度 你自己去做 有ABCD四个part 你自己应该懂得去做 第六条 就是由0.46个radiance 转做角度 大家也可以用回 刚才我教大家 如果你乘成这个东西的时候 转到角度 你就是乘成180度 除比π 这个也是 用Radiance的话 你转做degree 你就是乘成180度 除比π 不过这个π 你就是用3.141592654 记得了 π就是3.141592654 行行行行行 我记得这么多位置 接下来 challenge的题目 包括 包括 我们要计算 Cosifeter 是等于1的时候 Peter 是等于什么 Cosifeter 是等于1 你要留意 Cos 是这样计算的 Cos0 就是等于1 Cos π除2 就是等于0 接下来 就是-1 和0 Cosifeter 是等于1 Cosifeter 是等于0度 或者是0 Radiance 两个都可以 接下来 接下来 是B Sifeter 是等于-1 Sifeter 是如何去画 那个圈 Sifeter 是相反的 Sifeter Sifeter 是等于0 Sifeter P除2 是等于1 Sifeter 是等于0 Sifeter 是等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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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feter 是等于3P除2 Sifeter Sifeter 很容易计算的 所以记下来 这个Formula就可以了 接下来 C part 就是Tangent Feter 等于Undefined Tangent Feter Undefined Tangent 的圈是这样的 Tangent 0度 是0 Tangent 这个位置 Tangent P除2 就是Undefined 因为它一直去到很大 无限大 所以是Undefined Tangent Pi 就是0 Tangent 3P除2 亦是Undefined 所以Tangent 是Feter 等于Undefined Feter 是等于P除2 或者3P除2 如果你代入计算 你会发现 Tangent Feter 是Undefined 最后我们会记得 关于三个学的函数 包括有Side Pi 加Feter 就是等于Side Feter 不过前面是正数 一个负数 我们看看 Unit Circle 如果我还记得 我教大家 A A S T C Side Pi 加Feter 应该角度在这里 这个是Pi 加Feter 这个是Feter 你会看到 Side Pi 加Feter Feter 已经离开了第二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是没有S 所以这个应该是负数 如果是Side Pi 减Feter 也就是Side Feter 不过是正一个负 你会看到 如果这个是Pi 减Feter 就向上 减Feter 在第二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 Side 是正数 Side 2Pi 减Feter 也就是Side Feter 正一个负 2Pi 就是这里 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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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位 就是Feter 这个位 就是这样 反过来 因为顺时针 这样去 减的时候 本来就去到2Pi 现在减了Feter 就落到第四个障碍 第四个障碍 第四个障碍 是没有S 因为第四个障碍 是C 也就是这个是负数 就是这样去计算 究竟是正数 一个负数 大家留意 cos 同样 是cos Pi -Pi 也就是cos 正数 正数一个负数 2Pi 1Пi 1Pi 1Pi 2Pi 1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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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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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i 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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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Pi 就是第四个障碍 cos 是正的数 所以是正的 tangent pi 减 theta tangent pi 减 theta 就是tangent theta 正一个负 我们看看tangent pi 减 theta 对于tangent 来说 这是负数 因为没有 t 分 tangent pi 加 theta tangent theta 正一个负 tangent pi 加 theta 就是t有份 所以是正的 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tangent 2pi 减 theta tangent 2pi 转了一圈 减 theta 例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和tangent没有关 因为没有t分 有a 和t 才有t分 所以这是负数 我们会得到tangent 2pi 减 theta 就是负 tangent theta 第九条题目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 graph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a c b 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角度是pi 随比3 即是60度 这个距离 c b 就是2 这个距离 d a 就是2 square root 3 我们要证明 d c 就是k 乘比2 k是一个常数 然后我们找到k 究竟是等于什么 如果我们要计算 首先 首先 就要提醒大家 不是定理 不是定理 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c的square 就是a square 加b的square 就是对边 不是轮边 就是斜边 这个就是不是定理 你一定要计算这个不是定理 所以我们才可以计算到这条题目 和psychosite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了 这个角度 c a b 就是pi 随比3 角度c a b 就是pi 随比3 如果是角度 就是60度 如果是弧度 就是pi 随比3 现在 我们想计算这条斜边 这条斜边 对边 随比斜边 这个是psi 所以是psi 除3 就是等于2 除比ac ac 是等于2 除比psi pi 除3 刚才如果大家计算 就是psi pi 除3 当然你可以用计算机去计算 psi pi 除3 就是psi 60度 就是square root 3 除2 所以ac 是等于2 乘比2 除比square root 3 亦就是等于2 2乘2 就是等于4 除比square root 3 这个就是ac 4 除比square root 3 现在我们有这条的边线 我们要计算DC 所以DC 就是这个square 加这个square DC的square DC的square 就是等于这个square 加这个square 不是定理 所以DC square 是等于2 2 square root 6 除3 的square 加4 除3 的square 照成 2 成 这里 其实我们把2 导入就是4 4 4 乘6 就是36 4 乘6 就是24 所以square root 24 除3 加4 除3 3的Square 我们把这个Square 24的Square 就是24 Square 3的Square 就是9 再加4的Square 是16 这是3 我们通分母 24除以9 加48除以9 那就是 60 72除以9 所以 DC的Square 是等于72除以9 也就是DC 等于Square X2除以9 也就是Square X2除以3 Square X2除以3 我们把72除以2 72除以2 就是36 就是Square 36乘2 除以3 Square 36就是6 所以6抽出来 就是6 Square 2除以3 也就是6除以3 的Square 2 我们根据 不是定理 和一个Sign 的Rule 我就可以计算 DC的距离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chingtom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65928609 好 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话呢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 Muchas